人質的立場來處理 而不是基於法治的立場 所以我會強烈建議 因為這件案子我們如果沒有把持住 我們應該做了做法以後 下一次6月6號 或是下次在我們邦交國非常弱的地區 同樣會用這樣子的慣例來處理 這樣所有台灣人在國外 一定會受到很大的一個局限 所以要拜託警政署也好 在談判的過程當中 盡量能夠用我們的談判精神 甚至必要的時候提出我們的反制措施 好嗎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請蔡思映委員諮詢 主席能不能請我們的這個法務部次長上台 請次長貝巡 我想請先請教你 法務部是什麼時候得西這個 我們這個肯亞的這個事件 是在4月8號 4月8號嘛 確定嘛 那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 根據 根據媒體的報導 你怎麼會有總統報告過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那個報紙登的這則消息 同時我也不知道馬英九跟我們羅部長到底是談什麼 因為我 我就跟你講報紙上寫啊 你要不要查詢清楚 這個很嚴重啊 因為按照 我回去問一下說到底是什麼 我沒有看到這個報導 我們今天部長在哪裡啊 我們部長他另外有功 我不知道他行程 我知道 等一下趕快問一下 趕快問一下 為什麼部長去講這種話 部長說他之前就知悉了 中國時報 中國時報 部長說他知悉了 今天寫的啊 他說他知悉啊 次長你不知道 副次長你也不知道這件事情嘛 部長比你們還厲害 我看起來法務部可以關門 部長一個人搞就可以了 因為他都很知情狀況 第一個 第二個 我再請教一下我們的這個次長跟司長 同樣 中國時報的標題裡面寫說 訪問部說這個案子 符合國際刑事管轄原則 剛才副次長你有稍微做個說明 能不能請你再說說明一下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剛才一直 我說請副次長說好了 因為這個是訪問副次長的嘛 好 那我們是從國際的刑事司法的 刑事司法案件的管轄原則 去做說明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國際上的一個原則 那在各種原則裡面 那很容易就發生了管轄禁和 包括了鼠地主義 鼠人主義 然後法庭便利原則 這些有非常多的原則 好 謝謝我們的副次長 我想請教一下 你講完這些原則之後 你可以告訴我 台灣跟中國 除了肯亞的案例之外 在其他國家有沒有類似的案例 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比較明朗 比較清楚的是 那菲律賓14個人案 我了解 我舉個例子來講 假設這個案子越南政府 像肯亞說他們越南的人民 也被詐騙的時候 越南是不是也可以要求 引渡這些台灣人到越南去 可以啊 那你會 那有 實務上有這樣的經驗過嗎 我們沒有 沒有發生過 其他國家有類似這樣的經驗過嗎 這個我們就真的不知道了 你不知道啊你不是說有這個原則嗎 不是 這個是在國際法 有這個原則 一定是 我在講法律 我當然知道 法律的 法律的東西 就是因為有發生過 才定法律嘛 你講的法律 不是嗎 所以我現在就請教你嘛 不是 今天 副次長你提了這個東西裡面 你提了這個東西裡面 有哪些國家 犯罪地在第三 犯罪國在第三地 罪犯是第三國的人 然後我要求引渡到那個國家去受審的 你剛剛這樣講啦 我知道你講的意思啊 所以我請教你說 說能不能你告訴我說有沒有哪一個案例 民國 七元幾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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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個國家犯罪 某個另外一個國家的政府 要求引渡那個 非本國的人民到那個國家去受審 有沒有 這個 就是說你要我講到這麼細我當然沒有辦法 因為我不可能知道的 啊你不是副市長嗎 你是 副市長的腦袋不是電腦嗎 你不是講國際的嗎 是啊 我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這我想國際的司法 你應該比你們法國部其他人還要了解來 對啊 菲律賓那個案子發生之後 法務部 跟陸委會 馬上 來就跟中國就類似這樣的案子 禁定了相關的協商嘛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要禁這個協商 法務部的態度是什麼 法務部的態度是不是認為說 類似以後這樣的案例 不應該再發生 中國政府不應該說 因為他的這個 受騙的人 受害者是中國籍的 而這個犯人 有可能是台灣籍的時候 而在第三國發生的時候 又把他拉到中國去受審嘛對不對 對 沒錯嘛 那這樣居然這樣講 為什麼 市長你又重新講了這套原則幹什麼 委員我跟你報告 菲律賓案子呢 當時台灣有抓到被告 那個案子是真正的 我們兩岸司法互助協議下的 合作協查 當時大陸和我們台灣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類似這樣的案例的話 中國政府要求他去管轄 你是同意的嗎 不是這樣子講的 是說 當然是啊 你的意思就是這樣子啊 請你讓我把話講完 我不希望這中間有扭曲 好 就是說 當時是我們 是我們台灣的警方 刑事局 我知道菲律賓的案子 好那我問你嘛 肯亞的這個案子裡面 就副市長你的態度來看的話 你剛才講法律原則 我想請教你 就你所認知的法律原則裡面 中國政府要求 將這些台灣人民 拉到中國去受審 就你的法律原則這樣 你是同意的是不是 這不是同不同意的問題 這是大陸跟肯亞去要求的 不是跟我們台灣要求的 你說也符合啊 對啊 所以你認為 我說你認為他符不符合嗎 那大陸要去跟肯亞談這個結果地 犯罪結果地在中國大陸 這當然符合啊 所以你認為符合嗎 那如果這樣講的話 那這樣 不要扭曲我的話 他們是屬地原則 我在講 中國政府是屬地原則嗎 對 不是 中國政府是屬地原則嗎 他們的犯罪結果地 佔中國大陸啊 對啊 所以我跟他講過了嘛 所以你同意中國政府 你也認為中國政府在國際法上 你認為他佔得住腳 這個是一個國際法的原則 對啊 所以你認為他站得住腳嗎 我就這樣問副市長 為什麼站不住腳 好你認為站得住腳 好那這樣外交部部長 我們另外那五位同仁 五位台灣籍 這樣也站得住腳啦 按照剛才副市長的說明的話 我們另外那五位在肯亞的 台灣涉及中國詐騙案的人 也符合這個原則啦 不是這樣 我們呃 陳大使在 我了解 當然要去 進一步 因為你隔壁的專業人士 我們的國際及兩岸法律是 專業人士有說明的啊 認為這是符合的啊 那這樣外交部你的立場在哪裡 好 這是一個我再問你一下 我們是不是除了在 沒有 我想 簡單的說明 我們當然認為我們有管轄權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要去跟肯亞政府 再做進一步的聯繫跟交涉 是啊 可是問題是 因為大陸有大陸有蠻坑的做法 所以我們才會表達嚴正的抗議 剛才我們的副市長講得很清楚 因為這些人沒有在台灣實施犯罪嘛 所以他認為說 中國政府向肯亞政府提出這些人到中國是受審 是有道理的啊 剛才副市長覺得他就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委員 你要是這樣子解釋的話會變成扭曲 好像變成 我沒有扭曲 我剛剛一直在聽你在說啊 這個會變成台灣沒有管轄權的意思 但是我沒有說台灣沒有管轄權喔 我說台灣是有管轄權 我昨天在記者會上講得非常的清楚 台灣對這個案子是有管轄權的 那中國有沒有管轄權 那中國有沒有管轄權 中國也有管轄權 那我問你嘛 那我問你嘛 所以說你也認為中國可以做這件事情嗎 對啊 所以我剛才事前先問你說 有沒有哪一些案例有發生過說 在第三地發生 犯罪的結果地在中國 中國向其他國家引渡 這個案子裡面是不是泰國人也有犯罪 有一個泰國人 那泰國人有沒有被引渡到中國去啊 好像 有沒有啊 好像 這個我們要再查 有沒有 按照 按照你們法務部的說明 來 我不曉得 警政署還法務部啊 翻給你看 好來 你們的第六頁啊 不是第六頁 警政署的第三頁 泰籍人士 同日遭遣返回泰國啊 副市長 副市長 這個要問外交部 喔我現在告訴你啊 喔我現在告訴你啊 刑事警察局 警政署的報告第三頁 泰國籍人士 同日遭遣返回泰國 他怎麼不阿拉去中國受審 你剛才講得很好聽 我都同意你說的啊 這個是 大陸跟肯亞他們之間的協商的問題啊 我們根本沒有去接這個協商啊 那你剛才不是講屬地原則 你剛剛說你認為中國抓 那大陸他們要放棄他們的管轄權 那是他們做的決定啊 那為什麼 那我現在再問一下我們的外交部部長齁 在埃及也有這個案例嘛對不對 是的 那照這樣講 我們按照我們的副市長所提的 我們也不用再努力啦 不是我們當然要努力嘛 其實剛才副市長講的 我們有我們的管轄權 所以我們才要盡我們最大的努力 副市長 不管是在肯亞或者在埃及 副市長我知道你的意思喔 我現在講的是說 就法務部來講啊 就法務部來講 市長在給我們的報告裡面 講得很清楚說 我們主張他要回台灣受審嘛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他認為說我們的管轄權 優於中國嘛 是不是 可是我們的副市長講得 他也有同意啊 所以副市長我要告訴你的意思說 你在受訪的時候 你就不應該這樣子回答啊 你應該就要講說 中國他的主張 但是這案子裡面 台灣是優先主張才對啊 我們學法律的人 就是在講法律 我只是回答法律的規定 你講了法律規定之後 所以我就拿你的法律